而在凤林镇目前是有食处的健康站 而镇公所每年会编列加菜筋给健康站 但是在长者照顾长者的情况之下 中午的共食料理就形成了长者的压力 无法达到预期的照顾效果 因此凤林镇公所推出共餐厨房 由公所调配适合长者均衡饮食的食谱 并使用在地新鲜好品质的食材来烹饪 统一配送加料不加加 凤林镇目前有食处的健康站 镇公所每年编列560万元加菜筋 增加长者的营养 不过中午的共食料理都由各健康站自行采买料理 对营养的补充以及料理人员的安全 无法达到预期的照顾效果 因此凤林镇公所推出共餐厨房 由公所调配适合长者均衡饮食的食谱 并使用在地新鲜好品质的食材烹饪 统一配送加量不加价 更能够照顾到周边独居长者与生长者的族群 在厨房里面我们辛苦的志工们 他不见得是年轻 他也是跟我们健康站所有的长者一样的年纪 但是就是有那么四五个五六个人 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在心形地工作 所以说当下看了之后 心里面当然有一个定案 然后再加上我们凤林的所有的健康站的一个建制 是以健康的长者为主 身体不方便的长者 照顾的层面 照顾的广集度 它更加的扩及 5月15号 凤林正公所将推出共餐厨房 由公所专为长者进行食材的调配 并协助健康站中午共食的料理 正公所统一配送至十处的健康站 照顾了四百多位长者的营养 并且还能够另外提供 独居者与身体障碍者的爱心便当 照顾长者关怀弱势 创造共餐厨房的小异 记者凌杰 凤林正采访报道